今天上午九点半 就在画面中的这个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澳洲华裔女记者 程磊正式出庭受审 程磊是中国环球电视网 英语频道女主持 2020年8月 在中国因涉嫌非法向外国 提供国家机密 遭中国当局拘押 至今已经长达19个月 今天进行的庭审 澳洲华裔女记者 澳洲驻华大使傅关翰 一早也来到现场 但却被挡在门外 一心想要旁听审讯过程 却连北京法院的门都踏不进 这似乎让傅关翰不是很高兴 澳洲方面早前已经提出 按照两国的领事协议 要求让澳洲官员出席 程磊的审讯 但傅关翰还是吃了闭门羹 他也因此向中国当局喊话 希望审讯符合公正 程序公平和人道对待的 基本准则 并遵守国际惯例